还要来看看新北市的防疫焦点 在周一降到两位数确诊新增了82人 但人是全台最多 侯友宜市长依旧是非常的担心 也怕这个数字降低 会让民众的防疫心态松懈 像在卢州区连续三天 确诊数升高也要特别留意 专家还提到 新北市的热区防疫其实已经见效 接下来他们要把长照机构 工作职场列为重点的防疫 而且只要守住这两处 疫情渴望趋缓 我真的非常的烦恼 真的新北市的疫情 完全没有想象他们两个入关 新北市确诊数周一大幅下降 终于从上百例减到82例 但市长侯友宜却忧心忡忡 脸上看不到笑容 我们不要去看一天的数据 我们要看这个趋势 稍微不小心就马上 就会再有一个破红上来 就怕单日数据只是短期现象 病毒仍潜藏在社区 没被扑灭就不可大意 特别是疫情热区 已经逐渐从一开始的板桥中和 转移扩散到向卢州 最近更连续三天确诊数 不降反升 卢州的永安公园 在明天就要成立一个快筛站 把筛展不断地扩床量能 不断地去做广筛 把我们的确诊 没有发现的个案找出来 不止有症状的 侯友宜呼吁 只要是住在高风险热区的民众 都初来广筛 虽然新北还是蝉联 单日确诊最多县市 不过专家认为 重点是防疫 已经看到成效 对于长照机构 以及密集的职场机构 我们一定要严加的 这样的重点式的防疫 像这样的人口数字下 控制在200以下 那么你可以看到疫情 中将最后收到控制 就怕疫情能逐步获得控制 并竟在疫苗全面开大协 没有放松本钱 这华杨红好 新北视报道